這就是芬姐的狀態嗎 這個已經要開始 微生味要吃牠了 這已經脆化掉了 所以牠可以使用單次 然後用完之後 牠會慢慢的就 其實在空氣中 大概撐個八個月左右 就會變這樣 這個袋子 如果一般的野地這樣丟 大概差不多三個月到半年 你隨便亂丟 大概三個月到半年 大概就會被環境消化掉牠 如果這個再多了一場 大概都是在兩三個月內 會再多了一場 直接變賺成輝料 如果是高速的出於分解機 大概都是一個禮拜內 我們各種生活上 以及購買東西上裡面的 這些相關上的替代 這些必須都是能夠希望 牠能夠就是減少 對地球上相關上的一個污染 然後能夠讓牠更永續 所以我們今天找了 非常多商的業者 然後以及我們生產端的 這些一季的生產 然後以及包括在二級 相關上的一個加工之後 然後這些合作社 還有我們的農場 然後透過這些包裝 然後送到我們的通路裡面去 然後全部的東西 都希望能夠去做 可分解跟可降解的 相關上的一個材料 好 雲林縣是一個農業大縣 我們在思考 農業如何能夠永續的經營 那當然也不要增加農民的負擔 甚至可以減少農業廢棄物 這樣的這些所有這些資材 原本都是不可回收 甚至不可分解 那現在我們透過 這個生物科技方面 針對所有的這些 無論是從前端 所有的農業地模 或是塑膠模 或是到末端的 所有的這些包裝的資材 能夠鼓勵我們的民眾 鼓勵我們的農民 尤其雲林縣政府 跟所有今天很多的店家 共同來媒合 展現我們的決心 所以我們在可分解 以及可回收的 這個部分的資材 那我們希望 未來大家都能夠廣為使用 所以我們可以在垃圾源頭 來做減量 對我們整個地球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可以一起吃 所有的 corn